把剛剛的delete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改一下 改哪裡呢 改中間這邊更新部分 不過update的話 其實語法跟剛剛的delete有點不太一樣 它叫做update 哪一個table 這邊table改一下 table0個合 後面特別注意有個set set就是你要修改的那個欄位是哪一個欄位 所以set後面加一個那個欄位 什麼欄位電話 比如說有個會員打電話來 說我的電話變更了 可不可以幫我改一下 那就set他的電話 但是特別注意 他的那個電話 我們會有個input 我叫做y好了 y就是他的電話 那x是什麼 他的編號 意思是說我要修改的編號是哪一個 比如說修改1號的編號是成為什麼 所以特別注意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形態有沒有 如果我們在createtable前面這邊有沒有 如果你createtable假如說是這邊要test的話 特別注意它的形態如果是test的話 那各位注意一下 在外面一定要再加什麼 加上單引號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很容易造成錯誤 有沒有發現 在雙引號裡面一定會有一個單引號 OK好注意一下 這個少一個單引號都不行 那你會想說這個對有些同學就覺得很頭痛 這只沒有多這東西 那你想說為什麼x不用 因為x是數字數字不需要 那其實理論上 裡面的單引號 其實當然理論上就是我們所謂的自傳的雙引號 可是你想說那為什麼不乾脆用雙引號 抱歉 因為雙引號被用了 有沒有我們現在自傳的符號都雙引號 因為被用掉了 所以怎麼辦呢 用單引號取代 這個概念應該可以理解了 OK所以外面有單引號 OK 那如果另外你們可能在看其他書籍 剛好有一個狀況的編導 外面是單引號裡面變雙引號 對 如果你用的是單引號 那裡面就可以變雙引號 OK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將來很容易出錯 就是這個SQL 語法 那我是建議一樣 如果你不確定你這個SQL 語法是否正確的話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怎麼樣 先print 把這個SQL 語法print出來看看 再execute 這樣會比較容易成功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QL 語法 到底有什麼地方 比如說我今天我剛剛查詢 我看一下我剛剛又新增了三筆 我剛剛有三光了 你慢慢編號他永遠就不會從頭開 他就456了 那比如說我要把4的這一筆好了 他可能這個4的會員 他就打電話來說 我的電話本來是789 變成什麼呢 變成890好了 假設啦 那我應該怎麼做 第一個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話一樣用update 然後他問你修改標 4號那個 他的電話幫他改成什麼 02 890 我可以這樣子 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因為我現在是print他的SQL 語法 我還沒有直接執行 然後enter 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 實際上 我當我以前習慣這樣 我如果不確定我一定先print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非常容易做錯 錯的話都錯在這裡 所以我建議你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先把它print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邊有沒有 會有個單引號 一定會出現在這裡 這個單引號 會出現在這裡 有沒有 那特別是有商商中間是 有前面沒有後面 或有後面沒有前面 或者前後都沒有 如果沒有 那一定會出錯 所以如果將來你看到那個什麼 錯誤的話 那一行都是在 isq那一行 你請你看上一行有錯 因為他isq是拿上面的那個sq去執行 才會發生錯 所以ok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就是把table02裡面的這個4號 他的這個電話變更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執行一下 所以這個mark就把它取消掉 註解就恢復 那print就不需要了 這樣子 這一個小技巧 因為有的時候 你debug看半天還是看不出為什麼 我幫他執行一下 這邊ok 然後編號這4號 這個時候把電話改成02 890 Enter 他幫我slate出來 看一下結果不ok 結果的話4號 就真的幫我把它改成890了 ok所以這個update完沒問題 試一下這個部分 他比較容易出錯的 大概就是那個電話 如果是文字 藍位形態如果是文字 像tether 或者是說 另外還有什麼varchar 或者是chr 就是那種字元的形態的話 那就需要前後會需要有 像我們這邊是單引號 你這個一定要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sq一定會失敗 另外還有什麼日期時間 daytime也需要 daytime的話 他前後也要有單引號 那另外daytime有些語言 有些資料庫 他是要用緊字號 稍有差異啦 不過大部分你用單引號 試試看應該 給上sq那我印象中 是要用單引號 ok 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update 所以呢 等於是 那個資料庫的最重要的 四個功能 你如果都能夠掌握得很好 理論上資料庫 大體上就夠用了 我印象中大概90%以上 資料庫用來用去 大概就這四招 其實說真的你也不用學太 其他的話你需要再去查就好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做完之後再思考一下 請各位延伸練習就是把那個什麼 會員資料寫入到資料庫裡面 試試看